老板,这个豆浆,大果子可以带走吗? 姑娘,豆浆不能带走,要是吃不完,这个大果子我可以你给包起来。 好啊,那就谢谢老板了,帮我把这个大果子包好。 丁田田左转右转逛了一会儿,看见卖猪肉的,就上前问道。 老板,猪肉怎么卖? 姑娘,这猪前肩,腰条子,后臀肩三文钱一斤。 老板,猪板油呢? 猪板油五文钱一斤,姑娘要是这些都要了,这些猪下水送给你吧。 老板,这些猪板油我都要了,再给我哥两斤猪肉要腰条子。 好嘞,姑娘稍等一下。 姑娘,二斤猪肉六文钱,六斤猪板油三十文钱,一个三十六文钱,这些猪下水给送你。 谢谢老板。 丁田田远远地看见丁大连东张西望的正在远眺,等着她。 她从宝贝手镯里取出十斤粒米,十斤大米,十斤面粉迅速放进贝罗里面,想了想肉买了,没有菜啊。 于是又取出两根胡萝卜,三个苹果,一些桃料。 弄好这一切,她缓缓地来到大果子摊前。 哎呀妈呀,可累死我了,姐姐快点帮我。 我就说咱俩一起去,看把你累的,把贝罗给我,咱俩换着呗。 好,姐姐最好了。 妹妹,这么多东西够吃一阵子了,咱俩快回家吧。 姐姐,咱俩再溜达一圈吧,好不容易来一趟,万一还有什么没买呢? 妹妹,要不你去,我在楼下看着东西,咱俩背着这些太重了。 不怕,咱俩背着就行。 姐妹二人边走边聊,又买了五米大块粗布和五金棉花,回家让娘做一个大褥子,睡觉就不会直接睡到草了。 又买了十个碗,十个盘子,看着满满的战利品,丁田田很满意。 妹妹,这么多东西,咱俩得几点走回去啊。 姐,咱俩不走着回家,去元宝镇东等梁爷爷,咱们坐马车。 妹妹,要不咱俩背着走回去吧,已经等了这么久了,没准梁爷爷骗咱们呢?或者他已经回去了? 不会的,梁爷爷走南闯北的,既然答应了咱们,不管怎样,一定会来接上咱俩的,就安心等着吧。 其实丁田田心里也不肯定,但是转念一想,那梁爷爷既然让他们姐妹二人等着,那就一定会拉上他们,估计是有事情担的。 烈日炎炎,越来越热,二人望眼欲穿,如果再不回去,中午娘亲做什么饭呢? 必须早点回去,不然娘亲就要挨饿了。 就在丁田田和丁大连转身打算走的时候,一声欲,响起。 丫头,等急了吧,在那山营村耽误了,来,上车,咱们走。 梁爷爷,我就估计您有事情耽误了。 丫头,买的东西不少呢? 也没什么,都是家里面需要的。 你娘啊,有你们俩这么懂事的女儿,以后要享福了。 娘这些年,为了我们很辛苦,我们理应孝顺她。 是啊,以后不管多难,我都不会再让我娘亲受苦了。 梁爷爷,谢谢您,坐马车回来确实很快,要不然我和姐姐得走到猴年马月才能到呢。 你这丫头,快点收起来,我说烧上你俩就没打算要你们钱。 梁爷爷,坐车哪能不给钱,如果都不给您钱,那您还要不要做生意了?难道要喝西北风啊? 梁爷爷,过几天我还要搭车呢?快收起来吧,要不下次我不好意思做了。 好,爷爷收。 娘,我们回来了。 田田,大莲,你们别喊了,你们娘去挑水了。 好,我知道了,谢谢你,赵大叔,要是累了就喝点水,休息一会儿吧。 妹妹,这么多东西,放在哪里? 姐,一会儿再收拾吧,咱俩去接应接应娘吧。 完了,完了,这口井快要干涸了。 这可怎么办啊?你正可知道了,这是要了全村人的命了。 这口井几百年以来从未干枯过,但愿这次也能挺过去吧。 娘。 你们回来了,这就到咱们了,你们先回去等娘。 娘,我和妹妹在边上等你。 孩子们,走吧,咱们回家。 娘,放下来,等一等。 田田,大莲,怎么了? 娘,您在这里歇一会儿,我和姐姐把水抬回去。 这两个孩子,不用了,娘当回去就行,娘有劲。 丁氏,你的两个女儿真是你的贴心小棉袄呢,比那浑小子强多了。 是啊,女儿心疼你,以后你的好日子就来了。 好羡慕啊,不像我就生了几个浑小子,这样有个女儿,睡觉都要笑醒嘞。 丁甜甜和丁大莲来回两趟把水抬了回来。 娘,你快看看我和姐姐买了什么。 娘,你都不知道小妹多厉害,那个当铺的掌柜脸都给气绿了。 我的闺女长大了,真好。 娘,您在,我永远都是最幸福的孩子,不想长大,我要永远陪着您。 娘,这些是剩下的钱,您拿着。 甜甜,这钱是你的,还是你拿着,以后咱家你当家,娘就干干活,给你拿个主意什么的,行吗? 妹妹,你又认识字,懂得又多,你就听娘的吧。 好,既然如此,我一定让咱家越来越好。